准备开始 我是数字三 我是数字五 我是数字二 你们只能吃下自己的倍数 最后身上分数最高的人 就是游戏冠军 冠军一定是我倍啊 游戏冠军还不一定呢 游戏开始 哇 前面是数字六熊许 六是我数字三的倍数 吃 我变成数字九了 你不要高兴得太早了 我也要加油了 数字十熊了 不过 十是我的倍数吗 数字十 我是数字二 二长一五等于十 这是我的倍数 过去 我变成数字十二了 我刚不用白雪 我都还没有反应过来呢 你就把数字十去掉了 只有我现在的数字最小了 什么 游戏才刚开始 不要着急 后面还有呢 那好吧 我会努力的 又有些鞋的数字了 过去 选择错误 扣两分 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二十不是三的倍数吗 二姐姐 二十不是三的倍数 当我来我知道 四乘以五等于二十 所以二十是我的倍数 我吃 嘿嘿 现在我是最高的数字了 二乘以十二等于二十四 二十四是我的倍数 我可以吃到二十四了 我吃 三乘以八等于二十四 二十四也是我的倍数 但二姐姐 明明是我先算出来的 你怎么这样 小朋友们 你们觉得大二姐姐这么做对吗 觉得对的话就翻送666 不对的话就翻送888的评论去告诉我吧 游戏暂停 现在开始清算分数 第一名 贝尔数字三十一 第二名 熊妹数字二十五 第三名 白雪数字十二 贝尔将获得100的电量 熊妹获得60的电量 白雪获得30的电量 游戏结束之前 电量最多的人 可以获得终极大奖 嘿嘿嘿 我的电量是最高的 终极大奖一定是我的 呵 才不选呢 游戏结束 贝尔电量100 熊妹电量60 白雪电量0 嘿嘿嘿 我就说 冠军一定是我贝尔的 我宣布 贝尔是这次比赛冠军 可以获得终极大奖 嘿 太好了 不可以 游戏 贝尔不是第一名 第一名是白雪 可是白雪的电量是0啊 游戏 你先听我说 事情是这样的 警告 警告 电量即将耗尽 关机 机器人 我可以帮助你 不过我只有三十个电量 我也不能分给你太多 电量恢复 谢谢你白雪 不开气 小妹妹 你怎么了 姐姐 我的手机要没电了 没电的话 我就没法给妈妈打电话 来接我回家了 可是 我也只剩下十五的电量了 妈妈 不要哭了 小妹妹 我这就给你的手机充电 谢谢你姐姐 小妹妹 你快回家吧 比赛的意义 不只是看分数 白雪是为了帮助别人 电量才变成0的 白雪才应该是第一名 不公平 我不要 我明明就是这第一名 这 要不我们来问问小朋友们 你们觉得 谁才应该是第一名的 觉得白雪应该是第一名的 就发作一一 觉得贝儿应该是第一名的 就发作二二二吧 我听你们的